谈到出自人道因素 要实施战术性暂停攻击加萨的可能性 请问这有机会暂缓这场冲突吗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慧云 好 其实还是要来看到 因为这个尾巴冲突其实满一个月了 而且根据加萨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死伤统计 其实非常的惊人 因为现在这一个月来已经累计破万人死亡 目前的死伤统计是来到了10022人 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 而是活生生的姓名 所以其实各方都在要求说 以色列希望能够让加萨平民有点喘息的空间 或者说至少要能够区别平民或是哈马斯 美国是表示说他们正在讨论 与以色列这一方来讨论说 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战术性的人道停火 这个事实上从大概上个礼拜左右 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不过呢 以色列总理让他谈亚呼这一边 他们的言辞向来是相当强硬的 是说如果人职没有权术或是之前 都看不到这个停火的可能性 一来他们认为说 现在停火就是让哈马斯还有机可乘 可以重组他们的势力 所以变成打击哈马斯的行动 就等于是中途放弃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认为说 现在停火其实对于以色列来说 他们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这一次 战争的目的 就是最基本的要把人质全部营救出来 但是现在美国他们就是说 如果推动这个人造停火 或许也会让营救任务的任务 有一点点的可能性出现 因为目前为止其实释放了 只有四到五名的人质是非常的少 还有两百多人还在哈马斯的手上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 我们刚刚谈到 以色列的加萨走廊这边的人到惨况 还有根据最新的统计是说 以色列其实又对加萨第二大的圣城医院 发动了新一波的空袭 而这个空袭的位置 就打在这个距离医院门口 不到50公尺的地方 所以其实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就抨击说 以色列又是一次瞄准平民的攻击 但是以色列一直都宣称说 这类的攻击是有必要的 而且他们说光是在昨天 他们就歼灭掉了450个哈马斯的据点 但是国际之间就有很多的谴责声浪 包含说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首要的原则就是不要伤及平民 但是看到在加萨走廊 这个破万例的死亡里面 大多有七成都是妇孺跟孩童 所以基本上这个原则已经被破坏掉了 再来就是比例原则 就是如果说打哈马斯 有必要到这么大范围 这么频繁密集的空袭吗 这个也是外界质疑 以色列做法的最主要原因 还有战火持续没停歇的 当然就是乌尔战争了 现在持续胶着当中 要继续请教慧云 据传普京要打算继续参选总统 至于泽伦斯基这边 则是有不同的想法 要请教你他做了什么重大决定 好 另外一场沃尔战争 现在是开打第622天了 而这个沃尔战争还在持续的状况当中 又要迎来了2024 那么2024是很多国家的大选年 包含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 那么现在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消息 是传出说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准备要暖身了 不过事实上普京要参选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是意料之中 因为之前在9月的时候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培斯科夫就说 如果普京真的要参选 他是没有对手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的一人大选 那么赌地也会当选的这个结果 那么如果说普京真的顺利在2024年 再连任的话 他可能可以一路掌权到2036年 他也会成为即使达赢之后 再任最久的俄罗斯领导者 不过最起码现在传出这个消息 是说他已经准备要对2024的大选 开始动起来开始筹备了 那另一方面乌克兰这边 其实他们本来也应该是要举行国会改选 还有总统大选的 但是也就是因为是在战争期间 所以全乌克兰都是在戒严状态之下的 因此乌克兰的总统泽文斯基说 在这种戒严力下面 其实在明年春天要举行的大选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 而且时机不对 那再来就是说 现在乌克兰也把大笔的资金 都用在战争上面 所以如果他们还要另外选举的话 事实上之前美国的议员也有建议说 乌克兰在这种时候 更应该要举行大选来凸显说 他们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政体可以成功运作的典范 但是乌克兰就说 他们已经没有前举行大选了 所以如果要举行大选的话 至少这个经费 需要由这些提议的国家来出 所以看得起来 目前乌克兰的财政支出 还有在整个戒严状态下 没有可能举行大选 好 非常感谢惠云 帮我们统整今天的国际重点 谢谢 那么提到大选的部分 回到国内 选战倒数67天 柯文哲昨天晚上在高雄大学开讲 面对学生活力全开 提出陆配跟黑金争议 柯文哲也呛纳回应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晚间到高雄大学政治交会演讲后 现场QA跟学生职求对决 柯文哲在宣布参选之后 也常常看到他跟地方黑金势力 大佬同框合作 近来发现 不分区名单里面竟然列入 颇具争议的徐春英 昨天晚上更与统战色彩浓厚的 中共代理人邱毅一同同框合作 一起演讲 想请问柯主席的新政治 跟你口中令人讨厌的那些厌恶的政治环境 到底有哪些区别 面对有关黑金争议等尖锐提问 柯文哲见招拆招 你说你是建那个黑道的 我跟你讲你统计看看 蔡英文跟赖兴德 见过年轻票次数会不会比我多 你不能要利用人家 说人家是社会贤打 哪天不要利用人家 说人家是黑道 不需要这样 提到徐春英的争议 柯文哲更是激动 认为没必要在国内制造敌人 赖兴德在公开场合说 他是共产党 赖兴德要不要出来道歉 他哪个地方是共产党 他连共产党都没当过 他说这个以后在立法院 会看到国家机密 我说他将来会不会出卖国家 我还不知道 你们那个赵天林 亲中舔共 还见那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 要不去看他的资料 他是认识那个女生才去外交委员会的 外交国防委员会 我跟你讲 这个国防破洞多大 现在还不知道 柯文哲火力全开 从政治经济 讲到教育 AI科技 甚至同性议题 还有兵役等问题 来者不拒 再来看惊魂场面 台北有公车突然停在总统府附近的路中央上